阵法当中 即便有静世清廉者等护身法宝 他也依旧吃足了苦头 每次阵法周转都像是被活剥了一般 然而 七长老也是少有的狠人 被阵法虐到几乎被活寡 还能理智思考 接下来的对策 在他原本计划当中 是有妖族在场的 妖族同魔族一起动手 到时定然没说武宗 整个修真界的局势都能被他们所掌控 现在少了妖族这个棋子也无碍 还有这些世家大能加入其中 唯一托出他掌控的是叶翘的阵法 只一个照面就被他给狠狠收拾了 七长老当然是不服的 他什么身份 叶翘什么身份 他什么境界 叶翘什么境界 大胆 然而多思无用 他还是被关了 阵法内部的凶残程度 让他不得不拿出准备炼化的清廉 才得以保住性命 叶翘入阵时 恰好看到他手里握着清廉 哈 老头 你可真不要脸 还真抢了近视连 他的阵法 叶翘如履平地 手里剑朝他一跳 比划了两下 七长老被吓了一跳 看到他入阵 恶意满满笑了 小翘啊 他声音拉长 含着几分戏谑 戒子带内无数法宝 在他身边徘徊 声音犯着杀意 这可是你自己闯进来的 叶翘挑了挑眉 老实说 这老东西却使法宝多 而且 这次是有备而来占领门派 东西都带齐全了 可他有法宝 自己也有 阵法当中不牵扯旁人 叶翘当即手一翻 暗书浮现 再一挥 无数灵器零件 全部悬在身前 笑咪咪 你确定要和我比吗 不是他吹 能和自己比装备的 也就云雀 云雀手里好东西无数 当时在另一个世界 同云雀较亮 连小诗书都发出感叹嚷 其他人都闪远点 这是两个挂臂之间 再拼装备 闲杂人等只能观望 凤凰和一个小鬼 也正歪头蒙蒙看着他 各自掐好手里的杀招 七长老 他有些纠结 他手中灵器不见得比叶翘手 可问题是 他驾驭不住 灵器想驯服都需要时间 何况先天灵器 清廉是渺渺自愿给的 家之性格柔和 很容易驯服 其他灵器就很难啃了 你最好在阵法中 把他解决 一旦让他出去 和那群大能联手 即便你境界再高 也无法真正意义上的 全部杀光 光和体颠峰期的七长老 就已经很棘手的了 外加那些大能联手 他没经历雷杰 杜杰的境界也是不够稳 木利帮他分析完就又想溜了 小阿呀 夜翘微微一顿 雨众心长 我以为你死了 安静着魔九 之前他之前也安静过 可这种大场面 对魔那重刊热闹不嫌是大的生物来讲 安静下来就很反常了 木利他只是怂 看到天道就下意识装死 莫办法 几发天罚下来 给魔的心理阴影太深了 夜翘道 我都杜杰期了 就不能直接把他们全部按地上 木利古怪一笑 你若真想这魔作 好歹立过雷杰再来啊 他没杜雷杰 说是杜杰 可实际上 到底是不太稳的 没立雷杰前 那都是虚的 夜翘无辜 你杜杰成功 不也是直接称霸修真戒了吗 当年魔族是真的风光 第一个杜杰就是诞生在魔族那边 现在他嚣张起来怎么了 我杜杰成功也是调息几十年时间 谁跟你一样兄 木利炸了 他就不能先发育发育再浪吗 上来就干人 把能惹的全惹了 也亏他人缘还凑合 有人帮忙 不然他一人 真以为那些大能联手 外加各种法宝 砸下来还对付不了他吗 你杜杰差点 被劈得魂飞魄散 当然要调养生息的 夜翘嬉皮笑脸 我这不是还没杜杰吗 杜杰雷杰天道 必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劈个半死 都是常有的 夜翘当然要抓紧时间浪了 另一边鸣玄 看着乱成一团 各种俘虏纷飞 没有半点组织纪律的扶修们 叹了口气 抛出一道阵图 四道石柱拨弄之间 凭空而起 四传玄机图 他的机缘之一 可以布大阵实用 四人各占一位 配合之下 天下无阵不可布 只是常明宗的扶修 就他和师妹两人 即便想练练阵法 也一直找不起人 月清宗的三人 就刚好一起 在四个石柱升起的那一刻 几个扶修分 别踩住一边 顿时半随着换位移动 几道银色光点连接触发 大阵起 几个想追杀的大能 都被突如其来的大阵 打了个措手不及 扶修们战术性拉长声音 慢悠悠的 往哪走呢 砰的一声 横来屏障 请客奸让 他们撞在阵法上 修饰身体素质 都强硬得很 然而 还是被阵法被撞得生疼 鼻子差点撞歪了 当即愤怒大喊 你们这群黄毛小 该死的铭悬 该死的苏卓 这些人全部都该死 铭悬踩住石柱 往后一扬 脚下石柱被恼羞成怒的大能们 击得粉碎 衣袖一甩划过弧度 阵法再次周转 石柱再起 现场四位扶修各自站石柱一边 看到那些大能一个个撞在阵法上面的惨状 不禁哈哈大笑 逗他们 来来来 长老 来娃 我们在这儿呢 四人那嬉笑的语气 好似一群蜘蛛精在诱拐唐僧 铭悬这宝物 效果极好 石柱能再生 想破阵就得击溃一人 偏生这四人交换错位 四次攻击都落了个空 四人干脆踩都不踩了 蹲在石柱之上 指着底下那些大能便嘲笑 让人火气飙升 长者未尊 族中那些长老 就是这魔教你们对待长辈的 铭悬往下一瞥 笑咪咪 滚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拿长者未尊这句话压他们呢 许是他们 笑得实在太放肆了 四个方位站得又稳稳当当 有大能意识到 事情不妙 当即袖中掏出来了一个卷轴 朝着苏卓收去 这卷轴能化万物 只要被收走 就能融为血水 其他几个都是世家子弟 但苏卓不是 那就好办了 阵法杀一人就可破 周行云也正研究自己的零剑 他的剑很特殊 有一定概率攻击能被断尘折返回来 只不过考验运气 周行云自己就是个非求求长 于是他想了想 觉得这还是算了吧 情怀提议 要不让叶清寒试试看 叶清寒运气 比周行云好点吧 毕竟是天道亲儿子 传说中的天选之子呢 于是乎 那老者杂卷卓收人时 断尘落在叶清寒的手中 猛的一挥 银色见光洒下一地青灰 前面鸡招没识魔反应 直到那卷轴砸下来时 石正好返还 卷轴反弹 杂灵气的老者 整个人被收入其中 见光速度加持下 根本不用没入卷轴 就被断尘反式化为血水 牛逼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吗 卧槽 这运气 让周行云挥到死都挥不到这魔巧 周行云 叶清寒 你们别太放肆 叶清寒挑着剑尖 银色见光绕住八卦卷轴 一地写薪姿养了领域 或许是感到恐惧 顷刻间就有老者色力那人 眼里泛着血红 叫出了他们的名字 试图让他们收手 那诡异的 一箭万一落在自己身上 研知自己还有没有命活 叶清寒打眼一瞧 又是一个熟人 成丰丰的六长老 对方之前还自持长辈身份 明明认识他们 偏生一口一个 小儿 现在是感到害怕了 再也绷不住那高高在上的面孔了 长老 他不免有点恶劣 淡淡反问 您现在是终于知道 我们叫什么名字了 成丰宗的六长老被他那击带着几分嘲弄的语气积木 手里鸡梅灵珠子朝他脑壳狠狠砸下 画神巅峰的境界 远比叶清寒高一小净 来势汹汹的驾身 把在场人吓了一跳 秦怀健壮一把金王稳稳捞住灵珠 看着横冲直撞的珠子 似笑非笑 长老 您这般助纣未免 考虑清楚 回宗后该怎么受罚了吗 六长老冷布丁被自家倾传反问 脸一震轻一震白 这是什么时代 这是拼装备的时代啊 修真借修士四处跟该溜子一样 精密尽搜刮宝物 为的可不就是打起来是不落下风吗 各方法宝纷飞 夸张的还是成丰宗那一伙人 身上佩戴了满身的法器 法宝疑似不要前半地往下抛 这一场 让他们意识到 他妈的这群武宗弟子真有钱 如一锁 七彩琉璃扣 玄机图能掏的 全部掏出来了 打群架嘛 借法器和灵器丹药服录 都不寒碜 这会儿功夫 谁掏不出来东西谁尴尬 在一群家底雄厚的仙二代面前 那些老头就有些相形见出了 其中如鱼得水的当属秦怀 他三个师弟都是气修 棱色的法器 全赛给他了 又是少年化神 敢和他打得莫疾个 考虑到秦怀是个不尊重老年人的 长明宗积个封主围住叶清寒 还想再演一波 结果叶清寒神色淡淡 往后一撤就跑 一副 搁得冷酷 零下八度 等模样 不约 莫门 这些封主打假赛打的让他半点成就感都没有 封主们见词也只能信心去别的地方标系 秦怀虽然落后另外两个一步 但几个月的时间 境界也莫差多少 好不容易追上那两人 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 当即剑指所有封主 剑尖一条 来 十二封封主 这孩子怎么着磨轴呢 十二封封主必战 这让秦怀有点不爽 这是瞧不起他 他这人向来自傲 刚到花神经 就喜欢和那些修位高的大能们碰一碰 毕竟年轻修士境界低 也不禁打 接下来的战斗当中 他就带着那些老东西欺负 秦怀丝毫没有半点尊重老年人的想法 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把那群大能们气得 可谓是暴跳如雷 他一个人捅娄子 连带着和他一起的叶清寒周行云 这话神三人组 就被现场交做人了 有句古诗怎么说来着 蓝村群同期我老无力 谭笑间 群同灰飞烟灭 当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灰飞烟灭 但一位练须妻大能暴怒之下 一击是足以将三人打散摔在地上的 分别也都受了不小的内伤 被牵连的周行云擦掉唇角的血迹 身无可恋 说了 别惹他们 还真把那些大能当好捏的软柿子了 他们要是能被他们这些小辈轻易拿捏 那也就白在修真界 混着磨多年了 秦怀 愤怒的老年人是很可怕的 抬手间四周巨石化为鸡粉 也是三人机灵 境界高 躲得也及时 不然 他们真有可能被灰飞烟灭了 慕仲西看到这三人欺负老年人 反手被叫做人的一幕 在地上一滚 躲开了刀刀刃 差点笑死 也不是他看戏 实在是这三人境界相同 但除了夜清寒外 另外两个都是心境化神 秦怀和大师兄免不了要练一练的 时间实在紧得很 没有长老教他们怎么利用自身境界 那就只能在实战当中自己领悟了 寺庙岩吹起笛声 青块中透着诡诀 夜翘入了阵法当中 无数大能也想闯入进去 毕竟 他们终极目的还是解决夜翘 剑手阵的是个扶修 他们对视一眼 三人试图闯阵 明玄机人见状急忙利用石柱阵法加以干预 饶氏如此送寒生一人守阵 守得也很艰难 寺庙岩见状轻轻吹奏短笛 平和的音调柔弱无害 听得众人不免心神一松 无意识地松懈了警惕 下一秒 柔和轻快的短笛声音骤然一拉 尖锐的音声长驱直入直倒 他们识海 沙那间 遍地哀嚎声 无数人耳膜被震碎 漂亮 英雄少见 寺庙岩笛子玩得也漂亮 扑斥一笑 飞扑上来 试图阻止的修饰一敲一个准 神魂巨荡 脑浆被打出来了 他对血腥的荧幕视而不见 握着笛子后退 继续若无其事吹奏 寺庙岩此行不为别的 他得救他师妹啊 看着温温柔柔 没想到下手震魔狠 偷窥别处战况的陈牧禅微打了个颤 还好还好 他的女神是真温柔 还敢走神 楚灵力声 还敢走神 打你不够疼是吧 陈牧禅 还来 叶翘入了阵法 浩浩荡荡一群人也想进阵法追杀他 楚行之眼看他们来是汹汹的 也有些急了 果断将寸雪剑插入地面 无数剑影在此刻交错 他见其霸道 化神以下不敢硬闯 朱幽也紧跟着展开剑 急急忙忙将宋寒生护在身后 宋寒生负责押阵 那自然不可能让他一人担着 眼见师妹都去了 夏青同左翼一起 一把碧落一把黄泉剑 二人配合默契强行拦了第一拨人下来 问剑宗 你们好大的胆子 眼看平平被阻 他们声音不善 就不怕其他世家家罪于你吗 毕竟 问剑宗宗主若真走了 他们武宗才是真真正正的群龙无首 到时候 免不了有其他门派向后来者居上 再一口气得罪这魔多世家大门 怕不是不想再修真结婚了 四人不约而同落剑 沙那间领域所到之处 满目见光 楚行之忍了忍 还是大住胆子叫道 你有本事别 扯我宗门哪 我们是自愿来的 他们来单纯是为了朋友 门派之间的立场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再怎么说 那也是他的朋友 楚行之座位二师兄 不犯二百五的时候也是很能唬人的 少年拎着一把雪白色零剑 神色冷若冰霜 手指倾扣 零剑发出尖锐的嗡鸣 带起无边细血 牢牢护住了轮回阵法 让人不免侧目 一人一剑 手一人 倒是个好苗子 可惜站错队了 竟然战场民宗 白白搭上一条命 得不偿尸 四个人战阵法后面 一步未曾挪动 打定主意不让他们靠近 一个个杀气逼人 一化便是一条人命 被领域官里面 还出不去 奇耻大辱必然是要杀人泄愤 可掌民宗人太多了 杀几个蝼蚁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那就只能宰了这些拦路的小鬼杀鸡紧猴了 原因七 哼 他冷笑了一声 剑鸣声震的耳膜发颤 恐怖的剑气如若滔天巨浪倾泻 隐约剑似有骨头被压断的声音响起 狠狠一剑罐穿下 几乎绝了他的命脉 剧烈的疼痛卷息 楚行之道是一声莫坑 手腕稳稳的 没有半点抖动的迹象 灵气灌入用力一挥 再次碎了他们的去路 但同时 他也没能躲过那一剑 千军一发之际万物声把人卷席护住 给他疗伤 楚行之趁此机会赶紧嗑药 少年脸色苍白疼痛蔓延至全身 额头都是冷汗 稍稍运转 脸色才缓活了下来 祝忧急忙护住自家的师兄 水系灵剑可柔可攻 以柔化钢 让那来是汹汹的剑气版 威力骤简 祝忧全程不正面营 只是小心翼翼在拖延时间 男人斩断四周藤万 杀气腾腾 继续想宰了这个小子 杀鸡儆猴 且慢 这孩子若是墨迹错 硬是问剑宗的最杰出的一代清传 你杀了他 问剑宗宗主 岂能善罢干修 男人手里常见一顿 他都要飞升 还管得了修真戒的事 杀了就杀了 管他洪水滔天哪 就怕他即便万劫不复也要报仇 这很难说了 好歹是个飞升的仙人 杜劫期巅峰啊 剑修可莫及个好脾气 当初叶翘有个很出名的事 便是挑了问剑宗剑主 主动请鹰带队 对方当初恐怕也是真的想把叶翘打个半死 让他吃点教训 对方脾气真谈不上多么友善 也就这几百年修身养性 准备飞升才 没有遭过杀念 到底顾忌了几分 男人冷冷甩手 他若再不知死活 别怪我不留情面 十二疯疯主眉头皱起 其中一个疯主往前一站 笑住 诸位哪里来的这抹大火气 对付几个孩子 何必呢 这是内涵他们以大欺小呢 男人没心跳了好几下 阴沉 那七场老让 你们动手抓住那群作乱的小鬼 你们在干嘛 剑锋锋主拱手 我们也是动手了的 可是技不如人怪谁呢 放屁 再技不如人 他们也是化神 十一个人 打一个还打不死吗 朱优看到长辈来帮忙拖着 连忙松了口气 铭悬踩石柱之上 看着下面的场景 阵法往前一推 堵住了那些人的去路 薛瑜见此打了个配合 手中山河突抛出 江正和封主们对峙的 三个化神奇的老头 关入其中 在那三人猛逼之际 猛地一收 关闭卷轴 沙纳间 三人齐齐地怒吼卷席 薛家庶子而敢 庶子薛瑜 少年笑咪咪朗生 前辈们 里面请吧 他不仅敢 还敢对他们下死手 山河图这个灵器 在灵器榜 都是赫赫有名的 入化者管你什么境界 破不了 心魔便出不来 境界越高越容易滋生心魔 画卷展开 配合阵法搞了个出其不意 薛瑜只能希望叶翘速度快一些 不然 他们真顶不住 这魔多人的群殴 明璇也趁此机会 把下面的楚行之把人拽到石柱上 笑咪咪看着他 楚行之深吸一口冷气 随后火急火燎 抓紧时间磕药 磕完继续下去帮忙 不忘了 你干嘛 别说 石柱上是挺安全的 除非有懂阵法的来 不然想破开 找出他们位置也很难 还是扶修舒服 往石头上一站 便是岁月静好 明璇 你想画什么 什么 明璇眉空和他扯 往后一仰 图纸层层周转 打量助楚行之如今的境界 原因巅峰 他虽没化神 可论理论 扶修可没少啃个众书 明璇当年也是个眷王 楚行之是个努力型的天才 穆仲熙天赋高于他 但他四师弟性格多少是真的很孩子气 为楚行之坚定 四师弟若是坚定点 建议也早就琢磨出来了 所有建修里面 就楚行之最为合适 楚行之能一直锦随夜清寒其后 化神只缺契机 明意思旭略略一转 你是要强行灌他灵气 他们明家 很擅长不拒灵阵 谁都知道 灌灵气破镜 最容易灵气乱窜走火入魔了 也就夜窍灵根非同寻常 借了南海的灵气都跟末世人似的 寻常强行灌灵气肯定是不行的 祝忧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眼眸微转 直勾勾看向思妙岩 牛头不对 马尾冒出一句 思妙岩 你师妹在昆仑峰压着呢吧 思妙岩笛声稍稍顿了片刻 轻轻择了一声 想不通问剑宗一群直来直去的 怎么这个师妹主意这么多 朱优话都说这么明白了 他倒也莫小气 色给他一记丹药 你若是想化神 这个就能短时间内压住乱窜的灵气 你回头调戏便是 但你得想明白 一切的前提是 你能脱身 想脱身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除非 除非能快速平定眼前的局面 就看楚行之愿不愿意赌了 说到底 如今所有清传 也就四个化神 多一个还多个保障 明玄擅长聚灵阵 在灵气加持之下 四个扶修聚一个阵 强行灌个化神 还是没问题的 思妙岩说的也没错 是有风险的 你要试试看吗 毫无疑问 独楚行只肯不肯信叶翘一次 叶翘要是真的有伴来 那他就一定能短时间内给平了 让楚行之接下来顺利到达化神 可他要真没始末准备 光凭一腔热血闯上来出了事 那就是一群人给他买单了 楚行之没有迟疑 好啊 他含糊了两声 咱们以前不也 天天被他指挥得跟孙子一样磨 他都豁得出去 那别说破镜了 即便是石店阎罗店我也取得 当然这只是夸张的说法 但说到底 无非也是舍命陪君子罢了 不过叶翘赶来 我觉得他必然是有准备的 说完楚行之不免咽了咽口水 他应该也是合体吧 看雷云也看不出来什么 现在我师父杜劫将近 即便谁破镜也很难看出来 谁的雷云比得过度劫非生的雷劫呢 修真界的天色都是一片乌鸦鸦 被暗色笼罩 弥漫住风雨欲来的阴森味道 楚行之想到这里又得意了起来 杜劫 他们师父是杜劫 当年问建宗作文第一 也很难说不是沾了自家师父的光 各路大佬献了他师父 都得到一声尊者 也就叶翘胆子大敢挑他师父 他们问建宗的清传自然走到哪里 都是被尊敬的 和常明宗那群默人关怀的小白菜 才不一样呢 祝悠默默开口 其实对比一下 我们这边情况也还好 感觉隔壁被打得比我们还惨 他们起码有风主们帮衬 另一边的就惨了 打起来的时候 也不知是怎么稀里糊涂分的队伍 化神三人组凑到了一起 这三人 那简直了 简称三倍的磨头脑 说起来 他们这边压力小 重点要感谢秦淮 他一个人挑了好几个大能 把那群人气的火冒三丈 追着他打 叶清涵和周星云对视一眼 想着 好歹是合作伙伴 能捞对方一把就捞一把 导致两人也莫能幸免 薛瑜嘴角抽了抽 他们三个 怎么得罪的那些人 他扫一眼那些人的境界 都觉得心肩打战 主要是秦淮给力 沐仲西看三人吸引了十足的火力 偷笑 和三师兄小声道 十二疯疯主不同他打 秦淮就掉头去打其他的老头了呗 少年化神自然是想碰一碰同境界的前辈的 显而易见 被教做人了 他们三个是天赋异禀 天资卓绝 可俗话说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七长老阵营当中高手无数 化神至恋须境界不等 元英七的世家长老更是多如牛毛 若不是有扶修们牵制 外加领域干预 这些人动手杀人 简直如同切菜一样轻松 一群活了几百上千岁的人了 一个个出山 为的就是助七长老一臂之力 除雀八大家 耸得要死 老祖一就闭关不出外 别的世家 可是连祖师爷都出动了 人家一个祖师爷 打你们三个小儿 不是轻轻松松吗 秦淮也意识情况不对 清风渐渐临现身 他瞇了瞇眼 低声 这里还有个炼虚镜 现场的炼虚很少 一旦出来就是碾压的程度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祖师爷出关 刚才也是对方一击 把他们全部拍地上的 许师丢了面子 叶清涵表情也冷了下来 周行云已经默默掏出寒光铲 准备馋死这个老东西了 等等 寺庙岩吹笛的手微顿 还在犹豫要不要先和对方谈谈 炼虚这个境界都是老祖宗级别的人物 将对方给打了 不好交代 结果叶清涵的剑 和周行云手里的镇宗灵器 外加清风剑 都已至对方面前了 他声音戛然而止 够忙 思妙言暗骂 这三个憨惑 合住他们三个做首席 是因为他们三个比其他人心狠手辣呗 好歹宋寒生还贪生怕死 直到锦身未上呢 思妙言一直都觉得 这四个宗的首席 纯纯三个没头脑和一个不高兴 不过 三达义还是没问题的 两个镇宗灵器 叶清涵还有一把长刀 号称无误不破 据说试炼里面带出来的 三人手里都是好东西 各边都在打 思妙言叹了口气 再拖延下去 他们没石魔 胜算可言 除非叶翘领域快速周转 但这些大能肯定也是知道这个领域的 一个个不浪费时间 尽数往镇中极 镇法要是被这一群人闯进去 情况只会更糟 宋寒生压镇 他知道叶翘的镇法是未石魔镇 便踩到了镇法的中央 没有镇镇 选择掉动这个镇法来进行防御 同时维系大部分镇法的力量 镇法之内 他未首 以此来打不懂镇法的剑修 将他们困在镇法外 一步也踏不进 不知道是谁咬着牙冒出一句 倒是有你们宗主的积分风范 宋寒生朝他执夜假笑 手里掐住一个莲花 冷冷打了下去 无名白脸 他敢压镇也是有底气的 也不知道叶翘和七长老在搞什么 镇法击刺摇摇 欲坠崩塌 他靠着自身技术过硬硬生生 强行吻了下来 又要守镇 还要来那些漏网之鱼 防止他们进去 宋寒生心累 莲花抛出的那一刻 源源不断的力量攻他汲取 淡淡的清香弥漫 躁动的灵气也全部被压了下来 让人没有世俗的欲望 清静又祥和 莲花所照之地 稳稳把镇法和人紧紧护在里面 比起功德金莲那种超度的 竟是莲那重镜化的 这个花给人十足的安全感 没有杀伤力 却能让人变得狠菜 加之自带防御效果 好东西啊 明璇紧紧盯着这一幕 你们哪来的这个花 他虽然知道 各家都在藏东西 可这些人拿的东西确实让人眼馋 苏卓得意起来了 你不如猜猜 卫石摩月清宗的标识是银色莲花 明璇耿直 我以为是暗室 你们宗都是裙白莲花 他们家的是鹤 门内却石有仙鹤 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仙鹤 谁知道他们还有这种宝贝 苏卓 明璇不理会苏卓的炫耀 看向明毅 这个莲花 怕不是四莲之一 长老能让你们带 长老必然不让 明毅掐绝转换阵法 低声 我们求来的 明月剑是不敢带了 但白莲却可以 宋寒生可是云恒的爱徒 没有之一 云却顶多算是怜爱外加队最小弟子的宠爱 大师兄是真的当即成人培养 那就不一样了 他都下跪球了 长老们也是不忍心 不消片刻就松了口 板着脸告诉他们 说若是解决不了 就赶紧跑 他们口头称是这才能带宝乌下山 迟迟未曾看到七长老出来 老和尚在清静的心都躁动了 帮自家徒弟摆脱了那层出不穷的棋子 赶他 你去镇中 解决夜翘 我帮你解决这两个小鬼 不 陈木禅一愣 摇头 我不去 他宁愿被楚灵拿棋子砸 被月清安用阵法打 也不想去轮回镇中会夜翘 真去会了 可也是真的天道好轮回 自己也被夜翘送去轮回了 你去不去 师父语气陡然一沉掠带几分威胁 陈木禅超大声 我不去 去了就死 老和尚怒 好 逆徒 你不去卫师自己去 陈木禅犹豫了几秒 倒是没拦住 觉得他师父一把年纪还真摩自大 还是常常教训得好 最好夜翘能给他师父一点点 小小的 来自度节气的震撼 别怪他不厚道 是他师父非要找死的 陈木禅锤眼盘算着关键时刻 能不能用金钟照将师父和同门给带走 他法宝多 机遇也不错 修真界有个说法 叫天选之子 气韵之子 陈木禅气韵是真的不错 随便下个秘境 有时候就能有不少的宝物 气韵极佳 天赋卓绝 也可谓是整个佛门的希望 若不遇上夜翘 那他日子 却实过得挺不错的 唉 他长欲短叹 然 没了师父护着 那该死的彭莱女修 又拿气子砸他了 陈木禅不禅苦着一张脸 这一天天都是什么事 楚灵冷亨 你们这群秃驴 好大的胆子 来长民宗闹事 陈木禅尝得不错 就是那种很圣洁的长相 脸衣皱 一股的苦味 看上去就很苦逼了 我无意冒犯 无意冒犯 届时一定带他们离开这里 再也不找长民宗的茶了 岳清安也是喜欢能打嘴炮绝不动手的人 健壮微微一笑 轻生 你说得对 我们何必打打杀杀呢 毕竟你也心知 此番胜负已定吧 陈木禅那圣洁的表情维持不下去了 苦着脸 所言即是 贫僧久闻彭来能掐会算 倒是百闻不如一见 除却他以外 貌似还没第二个人意识到 叶翘其实是个杜竭 合体七也强 可七长老那是合体巅峰 因此才有人依旧为七长老卖命 其中也包括他的师父 岳清安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微笑 实际上 他什么都没算出来 对于叶翘 岳清安顶多拿三枚铜钱起挂 来算个凶吉罢了 他和楚灵都蹭不透叶翘的命格 但大家都是神棍 对于 装 这一个字颇有心得 想要装深沉 那就笑 笑就完事了 陈木禅果不其然 微微挺着腰板 双手合十 不绝而立 他丝毫没意识到 岳清安神神叨叨的模样 和自己当初装神弄鬼 几乎一模一样 是我们冒犯了 陈木禅苦笑 就是不知我师父 现月轻安不语 陈木禅继续苦住脸 我们福道也是有些底蕴的 各个门派的清传将自家灵器服录齐上阵 他师父自然也有他的法子进阵 到时候不知道叶翘心情怎么样 若是心情好 说不定只是将他师父打个半死再出来 轮回阵中 叶翘将不见君化为长枪 往上一抛 百兵之王 虽然剑顺手 可七长老也善剑 长枪距离足够长 在他手中转动 枪如游龙画过弧度 几番过招 七长老龄番被捅了个破破烂烂 宝物虽能自愈 可架不住他不给机会 更让他心惊的是 叶翘境界比自己高 修真界有个说法 一境之差 如隔天欠 若他是合体巅峰 那七长老还真不绝 论经验 打一个小鬼两个都有余 偏生他生生压了自己一个境界 七长老想象不到也就一年的时间 叶翘到底是哪里来的机缘 三枚临翻转动 伴随着老者手而晃动 显然是想祭出活师搞人海战术 叶翘冷笑一声 反手甩出鬼王塔 扣住他 灵气的好处就是能跟着你升级 之前塔琳没少抱怨跟着叶翘混 一天饿酒顿 现在叶翘度节气后 他美滋滋的 倒也不抱怨了 人劳任怨 开始干活 金色小塔 凭空二 落金光闪烁 狠狠砸在七长老脊柱 七长老猴中一梗狼狈 吐了口血 手里挥下一剑拼死相抗 他的剑是灵剑 他也是灵气 两者相较 他败就败在境界低一镜 无法 七长老只能再次逃出近视青莲 眼神死死盯着叶翘 恨不得将他扒皮抽骨 在近视青莲与功德金连较量之际 叶翘手一动 翻出暗书 无数丝线争先恐后 从中探出 像是触手 以七长老的境界如何看不出来他的能力 只要被抓住 那就成了那本书的提线目 叶翘朝他凉凉一笑 今日大家也别比什么剑术了 有什么东西就用什么呗 这一战不讲究什么高超剑术 精妙绝伦的阵法 比的是谁家底后 七长老慌乱躲着暗书伺机而动的偷袭 叶翘趁他分神之计 寒光铲手柄放长 白光明亮 空中一画叶翘快很准朝他脑袋拍下 一铲子便是地动山摇 阵法频频动荡 也亏得手阵的是宋寒生 不然 阵法早架不住一个度劫出气 一个合体巅峰的祸祸了 七长老还未站直 就被寒光铲绝对重了一下 敲断骨头 狠狠趴在地上 他震惊睁大眼 难以置信 那铲子不是在周星云手里吗 他妈见鬼了 这不是 七长老眼看他不过 他有什么法宝 掏出来就被叶翘立马给压了回去 家底拼不过 想拼剑法 叶翘又高自己一个禁剑 清风绝到达最后一阶段 又是杜杰奇的加持 两三下就能搅碎自己手里未成形的剑影 他惊得面色如土 额上冷汗沉沉下 顺着他那青筋暴露的额头滑落 手中的长剑也被杀气纵横的剑招逼得连连后退 彼是七长老也已经隐约后悔 早知如此 就不选长明宗做局了呀 他大可去询问剑宗 最起码 问剑宗那些清传弟子乖呀 他们没那魔强的反叛精神 只要狗盗问剑宗宗主飞升 日后修真戒怎么样 不也是自己说了算 坏就坏再选了长明宗 长明宗的弟子最特殊 他做宗主怎么了 不比秦泛泛那个憨祸强吗 谁当宗主不适当啊 他们一个个竟然选择造反 而且 所有人都是那重不认错 不听从 不悔改 不服输的精神 就他妈离谱 七长老神色泛苦 想挑软柿子捏 没想到挑到最硬的了 还是那句话 谁当宗主不适当啊 但凡他们没这磨难搞 同门之间的情谊再淡薄一些 即便自己做宗主 也根本没人有太多反对的意见 就算想有意见 也得问问自己打不打得过 现在好了 叶俏直接带领一群人造反 寒光产力道又快又准 产下来就是半条命地丢下 两人踩着踏青锋在阵中 一前一后拉扯 半天时间过去 终于是被他带到机会 狠狠一铲子朝他头顶触锤下 碰 的声 杜杰和体七灵气对撞 四周阵法纹路化为粉尘 七场老脸色惨白 一点点抵挡 然而 伴随着手里的灵箭在巨大的压力下 率先承受不住破碎 他整个人也被寒光铲锤爆 肉身当场闸开 元神借此逃窜出阵法 他身上的宝物落了满地 叶俏伸出手召回静视清莲 收走了他的其他法宝 冷冷一侧手里的不见君 想去追他元神回来彻底碾碎 却在下一秒 安静的阵法内突然有人撕碎进入 他很惊讶竟然有人能进来 一歪头 那冷冰冰的表情变得笑嘻嘻 声音扬起 老和尚 不怪叶俏笑 主要是对方的长相挺喜感的 看着长相愁眉苦脸的 还是光头 老和尚 这称谓让老者脸色一阴 赤道 好一个口无遮拦的兔崽子 七场老呢 他进阵时 没发现熟人 当然 和尚也莫觉得七场老有什么事 最多被关个阵法里面 但七场老迟迟不出 外面的那些前来相助的大能可就不乐意了 杀人也是聂礼 何况 还是长明宗的人 他们也怕沾染不必要的麻烦 七场老是组织这次计划的人 他不站出来 想让他们担风险 乃来的这魔好的事情 夜翘一愣 继续笑 他刚刚被我捶爆了 你想一起吗 外面这魔多人 想闯进自己的阵也莫那魔容易 足以见的 这老僧人 确实有本事 能进来会自己 想来也不是什么无能之辈 他被你捶爆了 哈 他仍觉得他在开玩笑 夜翘这德性 看着就知道 是那众喜欢满嘴跑火车的 不然还能被你捶爆 夜翘笑咪咪 两人都是聊天鬼才 一个比一个能扯 老和尚还欲在问 不见君 就莫那魔好的脾气了 化形成一把刀 在空中高悬 抡起长刀 就要砍死对方 夜翘指召了不见君 剩下四柄剑 全部留在外面帮衬 不见君不免高兴 他果然是最受宠的猫猫 不见君毫无征兆地动手 打断了两人的互相鬼扯 夜翘惦记着七场老元神出逃这一回事 也不再磨蹭 在老和尚拿拨鱼从空中打落不见君时 夜翘束手一接 剑间泛着冷意一扫 沙那间激起千层跌浪 一挑一刺 杀气显露无遗 杀戮剑 杀伐之气自然是冰冷害人的 老和尚献他都动起来刀了 七场老却还没个影子 他心凉了半截 不是吧 七场老那废物 不会真被他一个小鬼打死了吧 老和尚被砸得心肩打战 反手将手里的防御法器抛下 急忙尝试抵御 夜翘冷笑 一剑劈裂波鱼 杀那尖精光四射 老和尚一瞧 那还得了 他那波鱼虽说不是什么灵气 可也是极凭法器 加之自己的境界摆在那里 竟被这小崽子一剑给劈没了 这福到的僧人 有一点和徒弟一模一样 那就是从心 眼看夜翘杀气腾腾的架势 他连波鱼的残骸都不想捡了 连滚带爬叫跑 一边跑 一边在心底狂骂 沉默缠这个混账 竟然看着他这个做师父的送死 回到教中 他定要好好管教一番 这个弟子什么教尊师重道 他逃跑的动作太果断了 夜翘伸出手一抓 威压往和尚身上一斜 一把把人捞了回来 凑劲 孝明尼问他 进了阵还想跑 老和尚 想得倒是挺美的 这和尚 可真是和陈沐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德性 情况不对 就赶紧跑 他能进自然也能出 借了独特的心法 撕了一道空间入的阵 堪称神不知鬼不觉 如今被夜翘一只手就给捞了回来 沙那间惊恐的情绪被推到顶点 你 我什么我 夜翘指着自己笑嘻嘻 你来做什么的 你徒弟难道莫告诉过你 我什么境界 他问题跟连猪炮一样抛出 砸得老和尚脑瓜子嗡嗡 想狡辩 却在逐步加大的威压下喘不过气 只能将心底化吐露出来 平僧是来教教你 修真界何卫尊 夜翘 那何卫尊 自然是实力卫尊 说住 他气虚地瞥了一眼夜翘 抓住自己的手 在试探性探了探他境界 根本探不出来 于是本就像是一根苦瓜似的脸 皱成一团看上去 更苦逼了 造孽啊 夜翘不介意和他多掰扯一会儿功夫 他带扶到一群和尚 敬他宗门这笔账还没算呢 他拎着他衣领 把人按在阵法中央 九转轮回阵中 幻化无穷将他脖梗掐着一压 魂飞魄散的感觉扑面来 他腿抖成了筛康 险些一把给夜翘跪了 夜翘摇头晃脑 故意吓他 既是修真界 实力未尊 闹高低也算是三千吧 是是是 他苦住的一张老脸 努力露出笑容 不敢看这个阵第二眼 满脸红光的赞同出生 小有所言即是啊 别说前三了 他说他第一 他这会儿都不敢说他是第二 好没节操的和尚 他这话说的确实好听 但凡夜翘今天拿不出点真本事来 那就是他遭殃了 夜翘不理会他皱成苦瓜的老脸 点了两下 封了他的灵力 一把拎着江人色入阵中 九转轮回阵 连七长老这样擅长齐门顿甲的都吃足了苦头 至于能不能找到生门活下来 就看他身上的法宝和自身能力了 老和尚被他一丢 瞬间被阵法绞入其中 惨叫声连连 阵法外的陈木禅眼睛微抬 下一秒 阵法发生波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从中冲出 威力之大 所有人不与儿童停手 下意识拧起护盾 七长老神魂窜出来的那一刻 第一反应就是找个天赋不错的现场夺赦 总归现场没有比他境界更高的存在了 他第一个盯上的自然是距离最近的宋寒生 无名白脸散开轻贵的白光及时照住了宋寒生 才避免他被突如其来的波动现场夺赦 宋寒生茫然看着这一团魂体 闪开宋寒生 夜翘声音紧随其后 也从阵中掠出 一把灵剑斩在宋寒生身前 逼退了七长老的步子 不见军爆发出剧烈的杀意 已能撕裂虚空的剑气荡开 七长老眼看见的速度直冲自己 不再留恋 一头钻入现场的人群当中 未经之际还是随便夺射一个肉身为好 夜翘准备直接敲碎他原神 从阵中冲了出来时 波动大的整个领域摇摇晃晃 左手拎剑 右手拎着寒光铲杀气腾腾的架势 吓得所有人几乎是条件反射离他三丈远 尘土飞扬 他瞄准了七长老逃窜的方向 半月弩蓄势待发 一剑射出 一声闷哼 将他原神击溃 七长老就像是那滑不留守的尼丘 夜翘只能硬钢 直接杀上来打他的措手不及 完行也是不行了 狡兔三哭 若是早给对方准备的机会 事情铁定默今天那么简单 现场打斗的都安静了 看着夜翘一把寒光铲 不自觉将视线转移到了周行云身上 这叫什么 真假寒光铲 他还仿造了我们的功德金莲 扶到那边的人跳脚 这人哪里来的这魔多假货 夜翘冷笑一声 一击炼虚咒 再次照着七长老顿逃的方向砸下去 沙那间 万里灰烟 日月无光 以七长老为忠心引起的爆破 一时间再无人敢出声 住口 沉默缠捂住那乱说话的门人 网人堆里面一眼 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七长老的神魂都被拍拽了 夜翘紧随其后 唯独不见他师父的影子 他脸色不免阴沉 这魔看的话 他师父可能是死了 自己或许该考虑 准备收拾收拾 继承佛教了 夜翘朝朝不留情 七长老忍着神魂被撕裂的疼 将魂魄分成十几份 修饰只要神魂不灭 有的是机会卷土重来 夜翘不顾自己 还能不顾他的门人吗? 他将神魂分了好积分 附身在了不同的弟子身上 将他们的神魂挤走 看上去和寻常弟子无耳区别 七长老神色英智地看了他一眼 悄无声息引了气息 这次是他大意了 待到他躲过这一劫 届时一定让他灰飞烟灭 夜翘 从阵法出来后 片刻不停地便是杀招 气息骇人 让原本热闹的战斗停息了许久 楚行之见状 趁此一把断了对面一位世家长老的刀 火急火燎冲到他面前 夜翘和他互相看了几眼 看我 少年抬了抬下巴 眼眸明亮 示意他来瞧 画神七 夜翘拍了一下他肩 行啊 你出去了 楚行之和他互相拍了两下肩膀 但现在可不是互相夸夸的时候了 夜翘拎住剑 看了一眼神色各异 不约而同驻守的众人 之前打的热火朝天不假 那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胜算 然而 他们最大的仪仗 外加冤大头七场老却被一个小鬼打得神魂出鞘 他们当即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 夜翘扫向所有人 七场老神魂分了好积分藏在人群里面 他急着把人揪出来 暗书一翻 触手全部探出精准控制住了那些外门弟子 七场老不敢招惹境界高的 只能冲那些外门弟子下手 暗书只需要寄生那些境界低的弟子便行 万般风波都化为一片寂静 众人眼皮狂跳 尾时被他的大手笔进到了 暗书的能力是挺变态的 可也并非无减 只要神势够强能捕捉到他的诡计就行 可混战当中打得热火朝天 谁有功夫去关注这个 因破坏力太强 一直被欲为邪气 这一个邪门的东西 竟被他制服了 而那些长民宗的外门看不到暗书 自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七场老的神魂却能捕捉到 他被惊得差点头发竖起来 仓皇就想逃跑 暗书一把将其拽出来 硬生生抓住他神魂 一把碾面 接下来如法炮制 七场老冬躲西藏 残留的魂魄因为害怕暗书 匆忙舍弃了原本的忌体 被高悬空中的剑灵们笑嘻嘻抓到 一剑狠狠砍碎 叶翘之前就吩咐过他们 盯准七场老的元神 一旦窜出来 第一时间就给灭了 叶翘也默闲着 七场老尾时太能躲 剑灵们难免有遗漏的时候 剑砍神魂不方便 但含光铲的铲子面积大 一砸一个魂飞魄散 只要七场老的神魂路头 一击下去 整个魂魄被锤打成了肉泥 无数高手瞧见这一幕 不动声色抽了一口冷气 竟是连神魂都不放过 不过 他们早年个众杀人夺宝 对这种事也没失魔感触 让他们眉头紧皱的是 七场老神魂都被他锤成肉泥了 主谋阵魔猝不及防地磨了 那他们还打不打 如今都到这个份上了 不打貌似也说不过去 众人不动声色地权衡起来了 双方的实力 可打了 他们 能打过吗 他们打得过这个小鬼吗 这个还真不好说 叶翘能把七场老打个魂飞魄散 狼狈窜逃 但万一七场老本身就是个废物呢 虽然可能性不大 可他们只知道对方的境界不俗 却又没有看到七场老的本身 可以说 七场老甚至还没来得及装逼 就被关阵法了 堪称出失位截身先死的典范 眼看场面僵持住了 伴随住主谋被载 已经有修士想打退堂鼓了 结果一时半会也都破不开这个领域 只能抵御这领域 一边焦急地试图找出路 然而 领域里面七场老都逃不出去 他们能跑到哪去 诸位远道而来 叶翘说了几句场面话 随后见在身前一横 表情一冷 咱们上且不论对错 请问谁要来战 无人敢轻易应声 他们很纠结 既是想探探他实力 就没必要一群人一起上 不然届时又要大战 对手还不止有长命中的人 其他门派的清传不是人吗 一个个看得跟眼珠子似的 真伤了倒是不要紧 但要死了 那事情可就大发了 就真的是和武宗不死不休了 可谁去和叶翘打 当下众人来回推托 你去 我不去 不去 领道有请 不不不 还是李道友先请 大家都是修士 正所谓死道友 不死平道 这种关头 众人的思路 前所未有的清晰 怎么看身边的人都比我更该死啊 枪打出头鸟 凭什么要他们先上 七场劳倒是先上了 结果不还是凉凉了吗 看他们让来让去的 尚且有些摸不清楚现状的弟子 玄在道 夜翘夜翘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就拥护你位新的宗主 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 反正秦范范不在宗 那就当他已经死了吧 让夜翘当宗主有什么不好的 你们倒是一如既往的草率随意 不知是哪位尊者冷吃了一声 一声令下还拥护新的宗主 常明宗 自古多位见修作宗主 算是传统了 夜翘什么职业 成分复杂 什么都沾点 但要说的话 他还是剑法最绝 辅到造诣也不低 做个宗主 其实也不是不行 但是那些常老封主 又莫死 哪里轮得到他一个小鬼做宗主 关你屁事 他们当场怒对了一声 常老封主自顾不暇 被宗主令束缚得死死的 而不受宗主令限制的 就只有弟子 那拥护夜翘怎么了 他好歹还是他们门派的清传 看他们各异的神色 没有一个人肯出手的意思 夜翘笑了一声 转头便问其他人 你们想不想上修真戒的头条 夜翘热心常问 秦淮是最想的 他磨刀霍霍 连连点头 想 夜翘指着底下 干碎他们 我送你们上头条 十二疯疯主的眼皮子狂跳 这是哪儿 常明宗的道场 你他妈想是毁了自己门派吗 好 秦淮硬了 他们不动手 那夜翘可就动手了 领域转动 四枚灵箭没入修饰群 搅动间风云变换 巨大的剑压闸开 伴随住夜翘率先不讲武的动手 其他人紧随其后 这下谁也别是叹了 打一场就知道了 七长老虽然死了 可他不重要 灵气尚且还存在昆仑山内呢 毁了这脸 抓了夜翘 冲去昆仑山 没有七长老 他们也一样可以 道有所言即是 他们终于是达成了共识 全部掏出法器 打算一起共进退了 现在想退也退不了 那就只能硬着头皮打了 他们尚且能安慰安慰自己 一群孩子 还能翻天吗 秦淮打了头阵 反正他打都打了 也不在乎多得罪几个老前辈了 巨风阵阵 掠过众人的眉眼 秦淮动起实底我不分的 吹得人难受 周行云怀里抱住剑 紧接着抽出零剑 剑动 风指 他低垂了下眼眸 银色的剑掠出 剑铃从中现行 那剑铃和周行云 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看着慢吞吞的 动手却是半点不墨击 三下两下就能卸了对手 周行云在断成化形后 变果断换成了寒光铲 寒光铲斩落 高一个境界 在这种先天灵气下 也是束手束脚 周行云可以失误很多次 但他们失误一次 绝对会被那断水般的刀流斩断脑袋 叶清寒是不怎么想动手的 但他们两个上了 他寻思了下 觉得他也得上 起码不能被比下去 叶翘入场就更是凶残 剑一压 断了那位秋长老手里的剑 猛的一按把他脑袋插地里面 来参战的 多位剑修 一个比一个能打 他剑词也轻声告诉他们 你们这莫喜欢给人看剑 一会儿 不如我也给你们看一剑 他扫向了昆仑山的位置 冷笑 昆山之内 压了无数灵气在其中 他们摆明了是指望那些灵气能带他们飞升呢 叶翘宝正这一剑让他们毕生难忘 接下来只要被叶翘带到的长老 全部被丢进轮回阵中和那老和尚做伴去了 那是个宗的长老 轮不到他来清理门户 叶翘一拳一个长老 什么化神炼虚在他手里 毫无任何抵抗能力 运气好的被丢进轮回阵 运气差的 叶翘看他不顺眼 一剑便给捅了 他这会儿更是逮着长老抓 动作灵巧 落至秋长老的后方 冷不丁拍了下他肩头 看着眼前的老者 笑嘻嘻问 秋长老 在我们宗门行修 好玩吗 你大胆 秋长老脸色一沉 作为问剑宗的长老 他自然是认识叶翘的 叶翘不鸟他 以剑位指点 脚尖往下狠狠一念 击中他腹部 一笑 或 起飞 化神七被他 像是抛杀包一样 轻松轮飞 脚下力道 大到将他腹部 直接踹出血枯熔滚 入阵法当中 泄出血掐个绝 火急火燎赶到这里 做好收场的准备了 哪曾想去目睹了他们一群年轻人 对老前辈 进行了惨无人道痛击的全过程 他顿时就笑了 诸多感叹 化为一声叹 少年啊 一群天才们 各色宗门服饰交织 他们只站那里 意气风发这个词 就有了最确切的形容 而其他的内外门弟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叶翘煽动着热血沸腾 也跟着一起 因为人数过多 就是群殴都能殴个五五开 别提还有这魔多的化身原因 一开始 那些老前背想得很美好 觉得拿捏这些弟子 是很轻易的一件事 打到后面 他们脸都变了 各种意义上的变了 叶翘打人 喜欢捉弄对方 把人气的火冒三丈后 不给任何人面子 一脚就踩住对方的脸 狠狠踩进地底下 按理说 和人对打 怎么打都成 一招秒也无碍 偏偏就喜欢 撵着对手的尊严 很好玩吗 泄出血摸着下巴 发现确实很好玩啊 尤其是那些人的表情 一个比一个生动 都是活了几百岁的人了 面子有时候可比命都重要 看了有一会儿 琢磨着差不多时 他开口了 小翘 青年一倍首 端得人模人样 扬声 你还在和他们玩什么 他疯狂暗示 快动手啊 小混蛋 其他人境界低感觉不到叶翘动手时的变化 泄出血掐算时就奇怪 宗主之位有意 是发生了什么 看叶翘轻松吊打了一个化神后 他明白了 原来是怎么回事啊 秦范范被篡位篡得不冤 玩 他们感到了被羞辱 他一拳一个 你说他是在玩 谢出血冷不丁道来 再次让气分辨的胶着 已经有修士暗暗掐好防御绝 时刻准备逃跑了 内心不断起伏 同时感到了不可思议 你怎么来了 谢出血瞥见近五百多人的队伍 眸光泛着冷意 嘴上依旧和他们掰扯 不然我应该在魔族里面挨揍 不然呢 谢出血 你不要不识好歹 你们宗目前群龙无首 我们这是在帮你们 对 你如今的境界 也差一步渡截 何不同我们一起试试看 能否打开天门 见识一起飞升起不妙哉 他们还尝试拉拢一个高手 谢出血沫里他们 直勾勾看着叶翘 诸位前辈 叶翘漫不经心 再次将一个老头 踩进万物声的泥潭当中后 没再继续胡闹 翻出来了宗主令 其实他并不需要封主们帮忙 可令牌在 宗主就在 那些世家靠得无非是群龙无首 他们才能混入其中 事成他们可以捞好处 事若不成 他们转头撕了传送符就跑 谁也拦不住他们 打的是好算盘 叶翘抛出令牌 扫了一眼众人的神色 声音扬起 冷声 你们可施此恋 宗主令在手 猛地一扬 寝刻间无数人被定格般愣在原地 认识认识 封主们无不一阵 无不应道 认识归认识 他先是掏了个功德精脸 然后便是寒光产 如今又拿一个宗主令 众人就一个念头 又是假的吧 而且 他什么境界 七长老什么境界 就算他手里是真的 那令牌也不该受他驱使 令牌则主 则的是最高者 在他拿出来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表情都很精彩 有震惊的 有激动 还有怀疑的 谢出雪笑眯眯的看了好半天 暗道难怪天道让他滚过来 在魔族可欣赏不到 这魔多人精彩的表情 好你个叶俏 你拿个假的 就想忽悠我们 不依老者声音微寒 他们赶来 就是因为宗主不在 境界高不在 那一群境界低的 不是乱杀吗 他拿令牌 拿个锤子 他什么境界 宗主什么境界 不依老者低效 你们信他手里是真的 还是信我是杜杰 他一开口 立马有人回应 原来是杜杰尊者 失敬失敬 一唱一鹤 配合得极好 叶俏表情 古怪了几妙 见他们都不动了 也没磨蹭 灵气灌入催动令牌 能感觉到 无数人在此刻牵连在指尖 能够随他驱使 这种所有人掌握在自己指尖的感觉 挺奇妙的 沙那间 十二蜂蜂主表情也变了 不是吧 完真的 谢初雪也能感觉到本源力量被撕扯 他心下微叹 倒是早有准备 青年率先单膝跪地 雪衣托地 恭敬垂首作衣 扬声 宗门第十八代玉明蜂蜂主 拜见宗主 哇 坐在石柱上的铭弦声音不由扬起 轻巧跳下石柱 挑眉笑了 他承谢初雪 教导多年 心知这诗书最放荡不羁 素日神龙见首不见尾 平日礼上能和十二蜂的蜂主们嬉笑 下能痛遍他们这些清传弟子 他可是见宗主都不行礼的 这冷不丁一跪 让明悬心痒痒的 差点就脱口来一句 乌尔请起 乌尔快起 好在关键时刻他忍住了 想也知道 要真整这磨一茬 以谢初雪小心眼的性格能搞死自己 苏卓也跟猴子似的抓耳挠塞 看得一愣一愣 剑明悬收了玄机图 他也赶忙从石柱跳下来 这什么啊 不打架了 叶翘摇身一变成宗主了 逗他们了吧 他蒙圈 其他人所受的打击也半点不小 哦 楚行之倒是慢悠悠回过未来了 看着他 合住 合体七是你的谎言 他脑子转得也不慢 令牌则主 则最高者 即便七长老被抽了个魂飞魄散 那也该是谢初雪继承 谢初雪什么境界 合体巅峰 座位十二峰峰主之一 谢初雪率先下跪口称宗主 那事情不就简单明了了吗 楚行之的表情太痛心疾首和不可置信了 就差末拎着他衣领告诉他 你这样不诚实 是要给全国人民道歉的 你堂堂度劫期和我们玩半天 兄弟把你揣兜里 你把兄弟揣勾里是吧 他太气愤了 祝悠只能牺牲安慰他 别急啊 师兄 咱们好歹化神了 还是那些扶修免费送上去的 外加司庙岩送的丹药 就那些人抠抠嗖嗖的性格 平日里哪里有这种好事 他们也转了的 不亏 司庙岩手里笛子一转 疑惑 你既然有宗主令 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叶翘握着令牌没动 扫了一眼神色各异的众人 只是含糊回应 那时候不方便 他尚且还没度雷劫 那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度劫 杀一个七长佬也需要些功夫 何况压那些大能们低头 甘把八拿出一技灵牌 除却十二封封主俯首称臣外 那些人可能因此低头吗 看他们态度就知道了 一口一个小 年纪小的在他们这些眼高于顶的前辈眼里 最多感叹一句 天赋不错 那就只能先让他们服气了 拿宗主令顶多调动十二封封主 可他们打假赛打的也正高兴呢 不影响什么的 封主们素日也没石磨架子 倒是无所谓谁做这个宗主 他们真心觉得夜翘年纪小也无碍 天赋好就够了 但那群各个世家的长老 老祖 却不纳摩认为 他们都基本活了几百年的人物了 看自己比孙子还孙子 像一个孙子当中的孙子低头 他们必然也是不乐意的 他们的合作关系 倒也莫纳摩间不可摧 所有人都想分一更 看他们互相推脱谁也不肯先做出头鸟便知道 这群人关系没这磨牢靠 只要大势已去 长明宗有新宗主的情况下 他们第一时间便是撇清自己 但 前提是需要的给他们一点点 来自杜杰的震撼 他们才能心服口服 现如今就差不多了 效果足够 看到泄出雪跪拜 果不其然一群人神色几经变化 下意识也摸到了手里的法宝 亦或者做出反击的手势 但要问他们此刻敢动吗 自然是不敢动的 泄出雪也算是封主之一 他率先行礼 其他封主紧跟着俯首称臣 口称宗主 弟子们见各封封主叩拜 待了片刻 赶忙跟着剑里 夜翘的领域里面 他不动 随后又是沉甸甸的威压按住他们 众人逐渐意识到局面的不妙 反击的动作顺势一收 当即脸秀 各自站在一边 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 飞快在脑海中思量 令牌不在谢出雪的手中 反而在夜翘手里 谢出雪是合体巅峰 宗主另能绕过谢出雪 去选一个弟子 顿时 一个荒谬的念头 在他们脑海中成形 他是杜劫妻 当下 众人呼吸都轻了片刻 谢出雪行李过后 站到了夜翘左侧 没了任何表情 他向来见人便带三分笑 和善得很 如今沉甸甸地看上去异常冰冷 对上他的目光 众人不免心惊 至此 十二峰峰主全部来齐了 之前局面就对他们不利 毕竟这些弟子人多势众 到底是在长明宗的主场 打起来 他们也不占优势 本就是秉着分一根的想法 同那七场老式塑料合作 自然不可能脱家带口前来相助 如今打了个五五开 加之泄出雪的道来 让他们根本无从动手 夜翘又是杜劫妻 还打个毛线 明璇掉头 几个扶修 相继站到了一起 他推着宋寒生他们 兴致勃勃 你们去把我们长老放出来 他们好来一起搞群殴 现在夜翘是宗主了 那还怕什么呢 宋寒生嫌弃拍开他 那些长老不需要我们去放 都是群长老级别的人物了 就是不懂阵法 手里也有点破阵的俘虏 实在不行 强行闯也是能闯出来的 能被他们阵法关里面 纯粹也是因为那些长老都是在荡眼云 他们也不想跟自己门下的弟子们对上 也不想被七长老指挥的团团转 那便只能在阵法里面盘腿打坐 岁月静好的荡眼云了 如今夜翘令牌都掏出来了 他们此事不现身 更待何时 与此同时 察觉到宗主另一主的调动 盘腿坐在阵法中打坐的赵长老等人 骤然睁开眼 这群孩子 到底一起坐肾去了 长明宗仅剩的长老全部盘腿在阵中 静静打坐 照长老眼睛睁开 察觉到了另排一主 一瞬间 心跳如骨 蹭得便站起身 不是说押去咱们到场 打小翘去了吗 唉 他们胆子是真大 四长老爱声叹气 也不是他们想当演员 在阵法里面前着急 主要是也实在帮不上忙 只能求爷爷告奶奶 问问其他门派能不能支援点人来 五宗团结的时候 也还是挺团结的 各宗清传几乎全部揣住各宗的法宝下场 别以为他们不知道 长明宗平级也就算了 其他四个门派可没一个穷的 那些天灵地宝带在身上 骑马这群人 跑是能跑的 不行 照长老不放心 我们还是得去瞧瞧 过去后 不管是一群老头跟哪打假赛 还是真打 骑马的护着点啊 不然七长老那等心狠手辣之辈 必然是不会留他们性命的 你先别急 有长老老神再再掐算 笑 如今这不是 令牌一主了吗 令牌一主意味着什么 要么是七长老良心发现 降令牌给了其他人后离开了宗 但想也知道 这个可能性不大 他若能良心发现 在长明宗卧 心肠胆这近百年里 早就放弃计划了 那就只有另一个可能 七长老已今生死到消 令牌自然由下一人继承 照长老苦苦名思 既然令牌一主 那为何 令牌不自动飞我手中 他是宗内唯一的练须静王 虽不擅长打斗 可境界摆在那里 无论如何 也越不过自己吧 我倒是觉察到了谢初雪的气息 对方也并未收敛 共处几百年了 很容易觉察到来人 他能灭了七长老 怕是不能 照长老共处阵魔多年 他还不清楚 对方鸡精几两吗 七长老是个人才 修真界几千年 都出不了一个的人才 谢初雪和秦范范联手 倒是有可能将其制服 但也只是可能 且一人绝对不行 所以 是谁出手了 三长老随手抛出服录 破开了眼前的阵法 率先脉搏 陈生 走吧 去见见新宗主 是人是鬼 献了便知 新宗主是谁不重要 重点是 不能是七长老这等心狠手蜡之辈 说到底 还是不放心 那几个火急火燎赶去的弟子 万一新宗主不做人 那他们宗那鸡根独喵喵们 本来就在七长老鸭炸下 日子过得艰难 再来一个 不更惨了吗 几个长老互相鼓励了两句 也不知道是在安慰谁 一路顺住主风摸到了主战场 整个长明宗的人全部入了领域 煞气营绕 各色灵气法宝被抛制在空中 七色光大作 通常来讲 混战当中 谁分的侵蚀谁的法宝 砸下来便就死上一片的人 然而此时的一幕却极为不怪 感到的极为长老 目瞪口呆 看着领域里面 夭夭扰扰的藤蔓 捆绑了无数员殷气的修士 被捆住的修士们一个个面红耳赤 想破口大骂 又觉得没脸 干脆闭脉装死 他们年纪当夜翘的爷爷都绰绰有余了 如今却被捆得动弹不得 这种场合也不亚于是公开处刑 赵长老轻轻拧了下胡须 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赵长老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神色稳得住 眼下也只是手微微颤了下 随后不动声色扫了一眼那些人 而那些和他对视的那些修士 脸顿时更红了 他们虽比不得赵长老的境界高 可原因期在修真界也是少有的存在了 毕竟修真界人才凋零 况且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而今找茬不成 连本事也尚未来得及施展 就被一道捆了 其始大如 赵长老不禁和旁边的老友用眼神交流问 这是什么级别的战斗 虽然化神队原因 那是属于降维打击 可也没降到这种地步 单靠领域就能捆了这么多原因呢 另一个长老脑袋摇成波浪鼓 他也没看明白啊 但 看阵仗就知道吓人 两人眼神交流到了半天 再看了 看令牌在夜翘手上 一只手拎剑 踩在高处 颇为神器 他们不禁对视一眼 能越过泄出血这个境界的 就只剩下渡劫期了 也就半年多没见 他们对夜翘的境界还停留在化神 以为他在第一层 合住他在大气层 五长老按住内心的激动 搓了搓手 还是没忍住拍了拍他 强啊 小翘 但冷不丁瞄见他手里的令牌 他原本乐呵呵的表情顿时一收 规规矩矩 往他身侧一站 不得了 小崽子真篡位了 不得不说 篡得好啊 秦范范就不是当宗主的料 十二丰丰主在侧 似乎宣告着事情结束 但照常老脸色也只是稍稍缓和片刻 很快就变了 只见一道剑光从头落下 脚的领域都在不断颤抖 秦怀距离最近 挥手一拦 一点点用力攥紧 能听到风刀落在剑身上的尖锐的敲击声 他是下了死手的 且直奔叶翘来 眼看被劫 动手的那人引入人群 不敢再攻击 他只是想试探叶翘 结果却忘了他身边站住的高手也不少 秦怀觉得正所谓是比人强 反正叶翘也比他强 自己上头条说不定也得靠他 那即如此 他干脆狗杖人试了一把 冷声 大胆 你们竟敢对宗主不敬 修真戒阶级划分明确 武宗弟子出门历练那都是高人一等的 而武宗之手就更是如此 别说十二丰丰主俯首称臣 其他世家也该如此 老祖宗级别的人物又如何 平日里敬重那是看你年纪大 现在还想让他们敬重 做梦 朱优也莫料到他们会动手 少女一愣 一剑当急劈了过去 请客奸就怒了 你们这群老杂毛 竟然不讲武的动手 洛水剑飞入群中 一行人剑此 老神在在的脸秀站在一旁 动也莫动 也不畏惧 毕竟他裁员英妻 然 朱优也莫一剑砍死他们的念头 剑锋回转水刃 竟是直奔被藤曼所捆绑的修饰 一剑剑血封喉 下手就是杀招 他动手够果断 很快人群便有人哀嚎出声 叶翘梅杀了他们 他们便以为被捆着安全了 乃成想祝优来振抹一手 当即被捆的人奋力挣扎 同时也意识到了 祝优杀不了那些境界高的 可却能对他们下手啊 求生欲一瞬间达到顶峰 被捆的众人当即招呼起来了 那些人 各位道友 正所谓回头是岸啊 对对对 可别再做死了 没被捆的境界高 死不死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原因后期以下 可是全部被这领域捆住成了带宰羔羊 你们竟敢不顾修真戒苍生死活 对得起修真戒的苍生吗 别管 他们都要死了 当然要扯个苍生的大旗来痛斥这群人啊 他们打不过叶翘 也没胆子和他讨价还价 却可以和这些趁火打劫的大能们交涉 总归之前是一伙的 现在他们被捆 生死都在叶翘一念间 想活命当然是痛击队友啊 结果队友们懒得搭理他们 面对刚才贝勒接的人 更是没石膜表情 一个比一个冷漠 大家都是塑料合作 死一两个的谁在乎呢 况且 他们对视一眼 叶翘没杜雷劫 那他境界就还是不稳的 不如趁此机会 不知是谁怂恿了一声 一下子就戳中了众人内心的想法 错过这次 可就再也没机会了 趁此机会 他们也顾不得权衡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尽数动手 沙那间五行变化 飓风卷席 火光漫天 杀意充斥 俨然是准备赌一把 毕竟是已至此了 长明宗有个杜劫期 那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他们 再糟糕都已经这样了 还害怕什么 楚灵本以为这些人会顾忌一番 没想到法尔基的他们跟疯了一样 顿时也懒得和他们避避 手里棋子砸下 黑白棋鲜虚厚实 一前一后飞来 幻化棋盘凭空而起 少女束手一挥 动手的那几个剑修没了踪影 棋盘当中一片混沌 风烟弥漫 烈风阵阵 踩错一步 请客兼能化为邪物 因果因果 那也要有因才行 这些老头率先动手 他们回击就也不算什么了 这楚灵虽然不能打 可手里的灵气实在厉害 他若是狠下心来 一把全部收入棋盘当中 只怕请客兼人都能化为积粉 陈牧禅瞧着这一幕 顿时充满敬畏的看着楚灵 他就知道 之前楚灵砸自己 是留守了的 果然实时误者魏俊杰才是对的 看他师父的下场就知道 都死了吧 灵剑相继出鞘 十二风风主们 剑壮也各自掐绝 握剑 各大修真戒的高手聚于此 照常老鸡人急忙掠到他们身旁 冷声 你们是七我们宗内无人吗 各种法宝乱飞 领域关闭 从元英七到化神 乃至练须合体交错对撞 境界低的弟子们当场吐了一口血 浮在地上瑟瑟发抖 一动不动 谁敢动啊 刚才如果说是一群人在比装备 他们师姐宗主另一拿 那就是拼境界了 数他们才输学浅 只能想到一句形容 那便是 这也牛逼 这群人的境界一个比一个恐怖 根本不是他们能掺和的了 夜翘微压压的他们寸步难行 也有老者有抵抗微压的法子 手里一把浮沉朝他打去 不声不响的肯德基陷此情形 夜火腾高 凤凰之火无物不焚 自己的本命灵气着火 那还得了 他急急慌慌惨叫一声去灭火了 真论灵气 莫人比他更多了 一记鬼王塔砸下去便死一片人 有人献此已经起退役 老者脸色冷沉 看着被稍微灰烬的法宝 心痛极了 怒骂 夜翘小儿 谢出雪佬 你们莫要欺人太甚 啊 夜清寒突然就觉得 之前被叫小儿也没失魔了 这不比老儿好听魔 其你们又如何 夜翘冷笑 一剑扫下裹挟着奔雷之势 雪白的剑光掠过 剑威之下众人气血翻涌 化神以上勉强站住脚 又被威压阵的膝盖下一时的意软 长明宗内部什么情况 具体打得怎么样 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夜翘这一剑的威力 浩浩荡荡 押平一众人 即便是外界的人 也不免胆寒 长明宗这几日热闹啊 看到那些五光十色的法宝了吗 都是那群先二代们掏出来的 有些强者是看不上那些千奇百怪的灵器 和各种宝物的 何况同一群小辈打架 全靠法宝制盛传出去 也要被后人嘲笑不讲武德 老一辈懒得拼法宝 但不妨爱那些青传们下山前 把各家的宝贝全踹斗里了 各宗的长老们能咋办 他们宗不容易啊 救出鸡根毒苗苗 修真借人才凋零 他们可就指望住这群人光宗要祖了 这种各个势力之间的纠纷 众人不能掺和 但这些小辈就无所谓了 他们不代表任何势力 单纯就是讲义气 下山像筑罢了 大家都是朋友 相识一场 也算是你们能叫人一起围攻长明宗 凭什么我们不能叫 于是各个门派的清传各种奇珍异宝 罕见的俘虏丹药轮番上阵 看得外界是连连惊呼精彩 他们打得如何了 里面虚实看不清 有人迟疑许久 摇头 夜翘的领域 把长明宗罩住了 他那领御尾石霸道 神识想探都探不到 那你们瞎叫什么 对方里直气壮达 虽然看不到 可这光实在闪啊 就是不清楚 两边谁站上讽啊 整个修真剑 莫说修士们对魔族感到畏惧和厌恶 其他生灵亦是如此 对此也都愁得慌 魔冤不平 一日不休 可问题便出在问剑宗宗主飞生 从此因果尘势两不沾 无法插手 正到这边是了唯一的杜劫器 拿什么顶着 众人都有些惶惶 魔族也就罢了 他们大不了 夹紧尾巴做人 若真让七长老当道 都不敢想日后的日子怎么过 他们这番是为哪般 这魔多仙天灵器被夺 怕不是为了开天门 那是自古飞声修士才能入内的 一群化神恋虚妄想 一步登天飞声 倒是尤为可笑 连问剑宗宗主 那也是一步步熬上去的 可是 若是成功的话 那我们不也能跟着一起飞声了吗 师兄你就不好奇 天上有什么东西吗 有你祖宗 你个憨憨 真要他们成了 只怕修真剑都不复存在 他恨铁不成钢戳着自家湿地 各家老祖飞声的 都在飞声之地飘住呢 强行打开 天道震怒还是小事 只怕秩序崩溃的情况下 会归位混沌 其他人知道这一点吗 即便是知道 也不在乎 成仙啊 修道他们的境界 几百年几千年过去 情绪早就淡漠了 爱恨称痴算个锤子 唯有大道永存 于是便一个个妄图打破天道的稚骨 可对一群正常人来讲 那就不是那魔回事了 又不是一个个都想逆天行 对这些人的举动 他们只能总结位 这不是找死魔 你们想疯 别拉其他人一起啊 不清楚外界对他们的怨怼 一群大能齐聚于此 打定主意 要赌一把 一举拿下叶翘了 事实上 他们一开始 也莫纳摩癫狂地认为 一定要强行飞升 可谁让七长老给了他们希望呢 一个实实在在飞升过的人告诉他们 若是成了 那便是一举得到成仙 莫人惊得住诱惑 如果有 就只能说明诱惑不够大 叶翘轻巧一跃 不见君的剑灵融入剑中 看他们跟疯了一样冲上来的场景 他也兴奋起来了 手中所有灵器 除雀地图被他收起来了 剩下尽数落入人群 裹挟着杜杰的澎湃灵器砸得他们四散 原本气势汹汹的众人一顿 杀人了呀 寒光铲作为正宗灵器 一铲子就是半边地面四分五裂 落入人群更是杀器 更别提他还有其他的灵器 那可是杜杰 靠住年灵笔夜翘大 加之他年纪是真的小 连杜杰都是懵懵懂懂的阶段 评级对大道的参悟 他们一开始还能负于顽抗 可灵器砸下来是真的痛啊 夜翘开始还留了面子 考虑到了这些人被后各个势力 但后面也似乎放飞自我了 不管是谁 落他手脸 有些被功德金莲砸得魂飞破散 有些被寒光铲拍成肉泥 更有甚者 一剑拦腰斩枝 他就这般不管不顾了 其中一老者惊呆了 老实说 在得知夜翘是杜杰期的时候 不免想到了 刚才一唱一和 原来是杜杰尊重施敬施敬 的话 但他们活了这魔多年了 脸皮早就比城墙还厚了 也就稍稍不自在了片刻 便神色平淡如水了 你真觉得他脾气好了 有人责苦笑 是魔族飘了 还是妖族提不起刀了 两个族群哪个是好惹的 仔细想想 有一个是能从他手里全身而退的吗 事实上 不管他们反不反抗 长明宗的人都不会放爆他们 卸出血手里一道阵图 展开便掀起千道杀劫 层层包裹着众人 杀鸡一起大阵周转 他示意这些在各个境界威压下瑟瑟发抖的弟子 都上吧 他手一挥 帮他们抗了威压 有夜翘压阵 那些弟子们见状紧跟着入阵 不同于夜翘的九转轮回阵法 踏步的是小阵法 但卸出血手里有阵图 展开的一刹那自成一方式箭 范围足够负盖长民宗的道场 除缺夜翘外 全部被困在了阵中 夜翘正借此准备磨合下境界 冷不丁被阵法隔绝在外 他茫然看着师叔 师叔挥挥手 示意他去昆仑山那边 这孩子怕不是忘记他此行的目的了 重点是里面的灵气 可昆仑山是七长老的老巢 内部阵法无数 卸出血都破不了 大家都是拂袖 很明白一点 复杂的阵法 有时候往往只需采用最简单的方式 那便是 劈了他 阵法当中 无数道运浮现形成神秘的道文 卸出血指尖拨弄着阵图 站在阵的中央 眉眼平淡 毕竟胜负已定 所以 这一局是我们赢 卸出血无声笑了下 半空荡中 落水 断水 寸雪 碧落黄泉 五把零剑排列成空 这五个剑修配合向来几好 浮修在阵中 就更是如鱼得水了 步步杀鸡之下 算计一个死一个 夜翘的示威是有用的 这不是什么合体炼虚 而是个杜劫 即便雷劫还没落下 也改变不了境界上的事实 已经有人敲咪咪学习 找了个安全地方缩着的陈木禅了 陈木禅是真的精明 毕书的局面下 果断带领门下一群佛修 全身而退 即便是迁到杀劫的阵法之内 陈木禅有功德金莲这种宝物 只要他不主动作死 寻常人想拖他下水也难 万箭如梭 不过 在阵法当中漫天飞舞 煞气与血腥交织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阵法在 那他们就属于被压制的一方 一群人当中倒是有几个伏修 见此情形绕开了战斗中心 去找阵眼 阵法是真的大的离谱 以长明宗位中心 谁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谁 几个伏修顺势占据了破阵的阵眼 调整阵法 发觉到阵产生了变换 卸出血眉头一条 看向他们几个剑修 手里灵笔一抛 形成四个光点 蛀妖 楚行之 夜清寒 夏青你们四个一起去打走他们 他跟大爷似的手里一把阵图 老神在在地选择压阵 一动不动 被指挥的四人收了在空中飞舞的灵箭 冲向光点飘落的四个方位 伏修和丹修破镜 没见修那么简单 也就意味着 单凭福禄 就能到华神这个境界 一定是少有的天才 四人当中 楚行之强行被灌灵器提上来的境界 夜清寒在华神中期 他倒是不惧 其他三人就有些吃力了 楚行之和夜清寒自觉冲向了两个较强的伏修 和老前辈对招 论经验他们所不及的 击翻交手 楚行之帅先被俯禄所牵制 压在地上 祝悠动作灵活 水流以柔克刚打不过 还能扰乱对方的节奏 让他远离阵眼的方位 夏清也同样不是那种冲动的性格 但楚行之就不行了 俯修向来诡计多端 抓住他一个失误 俯禄飞来 三下两下让他深陷淋雨 祝悠有些心急 少女一个腾空后空翻 冷不丁狠狠痛击了下旁边的队友 夜清寒没防备他 被打了个正主 心微微一沉 险些一步撞在对方的剑上面 刀刃割断他发尾 那人限此机会成胜追击 一刀划过他腹部 用了十足的力气 刀刃碰撞生青翠 夜清寒即利掉整 才只让那一刀打在他左肩 饶是如此 夜清寒不免吃痛 他看了师妹一眼 搞什么 本来在阵法里面 人的体力也是有限的 所有人都有些疲惫 然而 看到夜清寒遇险 处行之顿时 就陷入了疯狂模式 那原本还历劫的少年 刹那尖善亮的剑光 爆发出惊人的威力 事实证明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处行之彻底疯狂的模样 把男人实实在在打猛了 他一猛 脚下原本踩住的阵眼也乱了 这四个扶修本就是互相牵制破阵 他一乱 其他三人寝刻间被围殴上来的众人 反打了个溃不成军 他骂得未尸摸 夜翘挑了个高处 脚下一踩 不需要零剑也能轻盈落至空中 他不在阵中 但凭借高处也能感觉到 阵中的杀伐之气 陷入阵中 只怕所有人都杀红眼了 他冷不丁落至半空 惊得阵中的一行大能们急迫出声 泄出血 你们想干嘛 泄出血部里 看着夜翘 严肃告知他 小翘 你毁得干净一些 昆山那可是七长老的老巢 里面指不定还有他的后手 想要一劳永逸 直接干碎更方便 夜翘手里 零剑一扬 微微侧头 露出明亮的眉眼 他兴致勃勃 对准山头比划了两下 笑嘻嘻 小师叔 你放心好了 昆山之内的东西 我一剑下去 必定一个不留 寺庙言慌张地朝夜翘看去 夜翘一身再简单不过的深蓝色的衣衫 飞仙剑照来的那一刻 无数人的目光会急在他的身上 一个不留 卸出血挑眉 玄疾正色 不止 你得让修真戒的人知道 既然要出风头 那就贯彻到底了 不管怎么说 夜翘境界是个活招牌 他得把境界摆出来 未尝明宗他们代言 让那群好苗子来他们门派报名啊 其实夜翘觉得吧 即便自己不站出来 大概也没人敢质疑他们第一宗的水平了 毕竟一个门派是人是鬼都在藏 谢出血给人的印象就是四处啃老 不务正业 结果他是一个合体巅峰 秦范范不用说了 作为宗主他实力肯定也不会低 起码也是合体巅峰起步 武宗都以境界论高低 他必然不会低于谢出血 七长老 四道同修 还煽动了修真界一群老东西参与其中 精彩极了 长明宗又好玩 还哥哥都是人才 有什么理由不来他们门派 说是大宗门百年招收 十年招收的 实际上那只是做给对家看的 统一的时间招收 互相攀比一下 哪个门派人流多 私底下 你私自去拜入心仪的宗 只要天赋过得去 便也默认会拒绝你 没看到穆仲西人家 在皇宫正高高兴兴 荡着小皇子 即使没去报名 也被谢出血 千里迢迢下界一趟 抓来做剑修了魔 说到底 还是修真界老龄化严重 年轻的人才稀缺 才导致他们 献人就抓 叶翘伸出手一挥 收了领域 明白 他明白他们的顾虑 剑在手里一转 爆发出来的冷锐剑鸭 司妙眼搞不清 他们在打什么谜语 他记挂着自己的师妹 见此情形 连忙阻拦叶翘接下来的动作 扬声提醒 我师妹还在里面 叶翘手一顿 借力落到半空 这才想起来了 苗苗 原本实诚实的力道杀 那间被他收了回去 难怪没见对方 原来是被七场老 那无耻的人给扣下了 叶翘微微一顿 考虑到自己这一件 确实危险 让司妙眼联系了苗苗 你多好 苗苗蜷缩在阵中 神色惶惶不安 轻轻咬了下唇角 握着通讯时的手 都不禁发抖 生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他刚一张口 想问你们打得如何了 就被师姐一句话给堵住了 他听师姐命令 听习惯了 七场老将他求在阵法当中 却是寸步难行 灵气全部被锁 司妙眼急得很 健壮只能问他详细位置 到时候 让叶翘避开就行 其他人在那数千道杀阵中 也手忙脚乱 被杀得节节败退 愧不成君 自然也无暇顾及他做了什么 若是七场老在 他们当然不需要畏惧泄出血 据七场老所说 他的造诣远在泄出血之上 可七场老不在 那他们就惨了 一窝的剑修 懂阵法的也不过四五人 卸出血阵图一百 他们束手无策 破阵符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合体巅峰的破阵符 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 哪个扶修这种境界 还画破阵符的呀 除阙境界低时用破阵符管用 境界越高 就只能靠扶修们各凭本事破阵了 叶翘理解小师叔的意思 他们如今在阵法里面出不去 也无法逃离 他干脆出手撤了领域 召来灵箭 挥手 对准了昆山的位置 神色冷淡 宗内各种混战 之前还是五光十色的法器灵器 修真界的众人一直被阻隔在领域之外 无法窥评 叶翘冷不丁一撤 他们心凉了片刻 毕竟只有领域主人出事的情况下 领域才会破碎 恰逢此刻东方即白 众人全部被这个动静惊得朝朝明宗望去 很快有人大叫一声 快看 有人飞了 修士想飞药魔借助法器 药魔就预见 那些扶修单修出行 一个借助传颂符 一个借助仙鹤 剑修直接预见 能不借助任何东西飞到半空 那是何等境界 叶翘也莫忽略四面八方 全部朝他扫过来的神识 他大大方方 游着他们看 记住小师叔的嘱托 趁机打了一句广告 欢迎各位来到长明宗 大家一起成长 共同进步 成妖广大道有致电 说完叶翘不忘补充 我在长明宗 很想你们 那些急吼吼探查情况的众人 沉默了 不只是他们 关注着这一战情况的 还有其他大小势力 一群人在月清宗聚会的长老们 抚摸胡子的手都抖了两下 飞住的是谁 不是叶翘是谁 各路十海交织 全部急匆匆落到了长明宗的范围 密密麻麻达到一个恐怖的数量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不怕死的看热闹 他们在看热闹 叶翘在打广告 一拍即合 阵法内的人从没这么无语 准备看他一盏神威的长明宗弟子们 眼睁睁看着他带货 秦怀换他 叶翘 叶翘反问 干嘛 他匪夷所思 我裤子都脱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从他轻飘飘收七场老路阵的架势就知道 作为杜杰妻 他这一件威力非同小可 秦怀都兴致勃勃做好围观的准备了 不只是他 叶青涵也看着他 有个杜杰是好事 不然他们拿什么镇压模组 可耐不住这个杜杰他不正经 叶翘手腕一转 箭在手中移动 地面颤抖 长明宗后山鲸养的飞兽伏堤 那些涌上来看热闹的神石交织 亦是被惊得一动不动 杜杰妻的剑气 剿灭他们所有人的食海轻而易举 四周浓郁的灵气 在那一刻 庞腹全部会在剑中 卸出雪下一时 抓紧阵图 飞仙剑 欲强则强 杜杰的境界 骤然将这把 曾经当是第一剑拔到巅峰 浩浩荡荡的剑气 撵了过去 所落之处 无处顿头 所有人被压得膝盖弯曲 少女杜杰 落在昆山